就像我们在说故事一样 我们这样子还没有说完故事 为什么呢 我们大概知道说2020年 2020年它是有上奖的 而且它同时比较在9月10月11月 它有大幅的成长 如果说以这家公司来去看 1月到12月它是逐渐上涨 那么9月10月11月绝对上涨的一个程度是很大的 原因可能是因为有办什么活动 再加上可能什么感恩节什么之类的 那接下来下一步 请问我们下一步应该要想什么事情 以利润来说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知道说 那到底是什么类别 什么类别什么地区的一个获利表现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再继续去画 好 所以回到订单 然后去点选常用 对不起 插入数秒分析表 确定 我们当然是先做类别跟子类别 好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以类别 类别就是我们的列 也就是X轴 类别 类别 在这里 好 然后它的利润 其实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就只有三个项目 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会用原型图来去呈现 我想这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通常 通常这边我想要特别跟各位分享 我们是不是希望说 这一个区块 这一个区块 它的一个表现的情形应该是最大 接下来第二大第三大是按照顺时钟 就是说假设有时候你做出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来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它三位一撇 减少小数位数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 现在是按照什么顺序 大小是依照销售额加总 对不起 利润加总的顺序 那如果它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手动调整 如果我们现在排序由小排到大 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小到大 但是请你一定要养成习惯 我们以原型图来说 顺时钟以十二点方向往绕一圈 由大排到小 所以记得这个数字一定要由大排到小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